看这个钟馗来到了龙坑 什么话也不说 直接开启大招 龙大半条命就没了 随后再来个屁堆 龙就回家找妈妈去了 这还没完 只见他来到了对面的高地面前 一个二斤腾一捞 捞中煤气罐 一个屁堆普通攻击 煤气罐爆炸了 接着他又一个屁堆 刚才还剩一条命的 黑琴虎直接蒸发了 后面老夫子过来找他 老夫子还主动把他拉入怀中 当场就把自己弄杆了 高建林也过来 他一勾一个屁堆就四连逃犯了 我的天哪 这伤害兄弟们 这是正常的钟馗吗 我看着怎么不像呢 看着怎么有点像科技馗的 难道是我平常不玩辅助 是我孤落寡闻了 于是我就找了个懂钟馗的人 给他看了看这个视频 他说这很正常 这就是平常的法处流 法爆流 一个屁堆两三千伤害很正常 我当时就信了他的鬼话 于是就设置好这套装装和命纹 然后就开启了一局比赛 我倒要看看这辅助钟馗 怎么变成法爆钟馗的 来到线上 当时我对见的是程耀金 开始的时候我和他抢二级 他没我抢得快 我两个屁堆就消灭了 对面的两个兵直接升到二级 这时候我都抢到二级了 他还不走 我直接把他摟过来 一个屁堆 拖到关机 直接拿下第一力 你别说 钟馗的这前期攻击力都不低 玩着就是逮定 前期在我看来 这个伤害都挺正常的 没有太夸张 直到时间来到了中西 六分钟 当时我来到了中路 看见对面的射手 一捞捞过来 然后开几大招 射手直接被我吸死了 然后我又来了个屁堆 对面的法师也没了 一个金管弯 当场我又碰见了 要再打三只野猪的行凶线 我当时就不淡定了 一下子就把他捞到我的面前 一个屁堆 三连决胜 没想到旁边还有个蔡文姬 给这望风了 作为他的从犯 我肯定要维护正义 把他绳持一法 当场把他勾过来 一个屁堆是四连朝凡 我的天哪 太简单了吧 我简直就不敢 相信我的眼睛 当场 后面我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当时我的血量很不健康 可是我还是没回家 来到中路溜达 反手一搂 搂到对面的小菜鸡 然后开启一吸 小菜鸡直接被我吸 乱香过来帮忙 我一个屁堆 他半管血没了 回头一个普通工机 对面的药 直接被我打成三连决胜 后面程耀金想跑步 一搂把他搂过来 一个屁堆 配合队友 把他秒杀 我的天哪 就我这个伤害 你叫他那些刺客来了 他也是望尘莫及啊 兄弟们 后面比赛来到了中后级 我当时呢 在后面的中路溜达 对面的人员已经不敢出来了 但是他们不出来 我也有我的办法 直接把他勾过来 然后开启大招一吸 一个屁堆 直接双杀 要在我的旁边蹦打 让你蹦打 让你蹦打 一个屁堆 三连决胜 半箱跑了过来 一看事情不最近 想回去 我直接把他勾过来 一个屁堆 变成了166金币 又是一个四连超凡 我的天哪 兄弟 这套出床 我还没有神装 但是我相信 有两三千的攻击力 因为中期都有 这么高的攻击力了 后面神装了 那还得了 兄弟们 你们眼睛试试吧 欢迎认试吧 谢谢大家